第六个比赛日将会决出18枚的金牌 中国代表团除了提前锁定的男子乒乓球单打金银牌之外 其他项目的渐进难度恐怕比较大 游泳赛场将会决出四枚金牌 中国队的唐义和张峰林 将会分别参加女子100米自由泳和男子200米洋泳的争夺 这个唐义是一名1993年出生的小姑娘 她是中国女子游泳队的一个主力队员 曾在广州亚运会上夺得过四枚金牌 被誉为中国女版的菲尔普斯 而目前她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球战的欲望也很强 所以在她参加的这个项目上 也是非常有希望能获得奖牌 另外还有一名选手张峰林 她同样是1993年出生的 她是以第三名的身份进入到了男子200米洋泳决赛当中 在上海世锦赛里头 这个项目她是获得了第四名 不过这次她决赛当中的对手都非常有实力 所以说对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张峰林来说 明天如果能够拼得一枚奖牌 那是非常了不起的